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菜宅 海浪 雨風沙 包哥生動描繪出澎湖群島的生活概況 而群島中的每一個島嶼也擁有各自不同的故事與風貌 我們那時候在台灣有人聽到我們要去東雨坪 要去澎湖做手作步道 第一個反應都說澎湖有山嗎 當一座離島中的離島有了一條手作步道 將帶來什麼樣的火花呢 要前往澎湖的幾個離島 船運是唯一的交通方式 從馬公市出發的交通船每天只有一班 船長口中的西雨坪 東雨坪 東極雨 加上現在已經無人居住的西極雨 合稱南方四島 2014年南方四島及周遭海域 被劃為台灣第二座海洋型國家公園 豐富的珊瑚礁生態是它的最大特色 不過在國家公園解說志工帶領下 登上至高點也能看到另一番風景 我們剛剛上來的地方是東雨坪的南端 它叫做前山 它的北端就是後山 然後在前山跟後山中間有一條沙溝溪走過 那沙溝溪下去的地方就是一個沖積傘 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得到的這個聚落 島上的聚落曾經有五六百人居住 但現在常住人口只剩不到15人 居民放養的羊比人還多 許多老宅都已經荒廢 遺留在空屋裡的棺木 反映出離島生活的特性 在偏遠的離島上為了避免 家中突然間有人往生 沒有辦法入鏈 經濟條件比較好的人 會在家裡買一口棺材 立著放在家裡也有升官發財的意思 看似偏遠的東雨坪 也曾經有活絡的經濟活動 在這裡出身的朱美華和先生 充滿懷念地 談起當年家族經營的事業 這個大屋子 應該是我阿公前輩子他們蓋的 那我不太清楚了 應該是我前輩子阿公他們 那邊應該是商人阿 那邊是有對聯阿 有稍微模糊去阿 莫道護商不愛國 起之大葉出平民 因為我爸爸一直都是做生意 他有冷凍庫 因為這邊打魚的人很多 還有設備冷凍庫 還有雜貨店 還有海膽醬 還有曬魚乾冰箱魚 海洋不僅提供了豐富的漁產 還有重要的建材 因為離海邊比較近 這珊瑚礁 是有人說 說蘿過 蘿過酒 這冬暖夏涼 住這個房子是很涼爽的 冬禹瓶聚落 以傳統閩式建築為主 朱家隔壁老屋門櫚上的唐號 及對聯 仍然清晰可見 這裡是陳美化的老家 他出生在西禹瓶的先生呂坤漢 過去曾在冬禹瓶的國小任教 也是包哥的記錄者 與創作者 住在冬冰 也舒適 每天可以吃青魚 如果怕什麼 不免得早起味 我們的孩子是冷漁漁漁 當天附著去找大魚 大八 夏天晚上大漁漁 出了捕魚 然後就是在山上種了一些農作物 比如是高粱 藝石屬地瓜 花生 蜿蜒而上的步道 是過去居民上山務農的必經之路 這些梯田都是我們的 這都是我們的 縮成的時候 縮成那個什麼 頭刀 很急 我們都從這邊挑上去的 挑回料從這邊挑上去的 隨著人口萬宜 現在會走這條路的大多是遊客 國家公園管理處希望以自然的工法 改善路基不明部分路段土石流失的問題 從2020年起開始與千里步道協會合作 第一個當然就是解決 因為遊客踩踏所造成的土壤沖刷的問題 然後第二層意義其實我覺得是 用手作步道的方式來延長 就是遊客 改變遊客行為 這個改變包括說 現在很多人都是搭那個觀光船 然後四島 每一個島都上去停一下 可是做手作步道的話 它一定要三天 三天是最基本的 所以這種方式就可以導向說 把遊客留得比較久一點 來這邊做一些比較特別的事情 趁著疫情趨緩 東北季風尚未吹起的夏末 協會以工作假期方式招募的志工 分批抵達島上 這已經要睡幾個人了 三個 三個 你們第一次來嗎 這邊第一次來 對 第一次 來 鬆餅 這樣 包 好 我們來看到這邊 當地幾位居民也參與了這次活動 包括平時擔任國家公園保育巡查員的呂文太 他帶領志工來到東禹平的信仰中心 慈府廟上香 認識環境 穿過聚落小巷走上後山草原 映入眼簾的是東禹平的地標之一金龍塔 這類具有辟邪保平安功能的塔型建築 在澎湖十分常見 這樣的人文意象也被融入手作步道中 我們整理一些梯田的石牆 然後再重要的 要指引大家轉彎的方向做石堆 在這種空曠的地方 其實堆這種東西就會有這個效果 識別系統 那這個是我們在台灣本島 沒有做到過的功效 千里步道協會成立以來 鋪設過的步道 已經有一百四十多條 但每一條步道對他們來說 都是全新的體驗 像那邊是有很多的 玄武岩露出的結理 有沒有 那邊的石頭 現在大家看得到嗎 上面那是球麻 對 球麻下面有很多 玄武岩露出的結理有沒有 那其實那邊就是 我們去採石頭的寶庫 澎湖群島是由火山運動 所造成火山噴發 不同時期的這種流動 岩漿等等慢慢形成了玄武岩 台灣是因為板塊擠壓隆起的 所以它其實在本質上很不一樣 那所以這是我們第一次 碰觸到玄武岩這個材料 然後那這個材料其實非常的重 它的比重相對於在台灣本島來說 是同樣的大小的石頭 我們在這裡抱起來會特別的沉重 真的很重啊 真的很重啊 它密度比較高 這個真的很重啊 因為 它跟普通的石頭不一樣 對 因為真的是比較重 對因為本島就是除非像中北角 不然很多手機他們都是 鵝亂石啊 或者是那種比較偏土塊的那一種 那那種就會比較沒有那麼的重 可是像這種 就是說現在要稍微厚一點的去 鵝亂石都還蠻重的 就是說在翻的時候都要很小心 不然甚至很容易就會散到腰 小心 對環境有了初步了解後 志工們開始分頭進行步道整修 對 我們煎得往裡面擦 就這樣 這邊要做階梯嗎 對 我們階梯都是從下到上 所以我們要先定 我們大概高度起來 第一層第二層 搞不好我們要做到三階 不一定 你現在是要讓這個直接靠過去對不對 對 它站在這個位置 前面就可以放一個薄一點的石頭 就不用回家 對 這一塊就要這樣子就好了嗎 就先這樣子就好 這個部分我們希望說在修復的過程裡面 我們不希望說有一般工程裡面的那個 水泥啊 混泥土啊 鋼筋啊 人工構造進來 我們希望說就地取材 不用水泥就得不斷尋找適合的石塊 嘗試不同擺放的角度 那石頭如果說單獨一個沒有互相 互相卡在一起的話 它就像一隻筷子一樣 因為很多石頭幫它互相卡住的話 它就形成一個結構 結構所產生的承受力就比較大 這顆這樣子好像不太OK 它剛好跟它疊在一起 沒有 你來看 這邊剛好它在叮 是喔 對它剛好在叮 在毫無遮蔽的島上 炙熱的陽光逼著大家 上午十點不到就得休息 志工們把握時間下水浮潛 但昨天稍微下去就有蠻多珊瑚 軟珊瑚 硬珊瑚其實都有很多 然後就整片的覆蓋 因為覆蓋率很好 跟本島比起來 水很輕覆蓋率也很好 所以其實非常值得下來看一看 然而志工同時也觀察到 令人憂心的一面 海裡面有很多的垃圾 像是寶特瓶 或者是鋁罐 甚至是漁網 都會沉在水底 或是纏繞在珊瑚礁上面 除了垃圾以外 2020年發生的大規模珊瑚白化 在南方四島也無法倖免 氣候變遷導致海水異常增溫 是主要原因 但油氣人潮 也可能對珊瑚礁生態系產生影響 如果避免的話 最好的方式就是 可能可以從自己下水 就是減少擦防曬乳 用物理防曬的方式 因為其實防曬乳 對珊瑚礁是蠻大的一個傷害 許民謙認為手作步道工作假期 有機會發展成高附加價值的旅遊模式 進而讓旅遊業者更願意配合總量管制 那如果我們用這個當作目標回過頭來的時候 它就不是只是一條手作步道 解決了這個步道的問題 太多的遊客 而是引導整個島民去思考 我將來十年二十年 這個島這個步道 我如何因為這條步道 而走上一個不一樣的發展途徑 有 上有瓶的 這個先 這是什麼 剛剛拿來做那個邊界的 你可以從這一面看還蠻好看的 陽光這樣灑下來的話 可以嗎 正午的烈日轉為溫柔的夕陽 志工一天的工作成果 也沐浴在金色的陽光中 海風吹著他的髮 他的髮 나도地 那大大的 我的 我的女生 太陽出來了 直到天色全暗 大家才依依不舍地戴上头灯摸黑下山 意外的是第三天凌晨 竟然无预警下起大雷雨 虽然因为大雨延后开工 志工们还是把握最后工作时间 要让步道更加完美 进去了 装的也漂亮 这是新做的 这是我们新做的 你们俩做的 我们做的 美花姐说我哪有做两个 哪有做一条抗扎都很大 对 我这边比拼得比拼一下 来想一想 新路嘛 底下有很多孔隙 所以我们最好的品质是铺完之后 比那个可以覆盖掉那个气石边坡的石头 然后让那个路面是有点凸出来的 往下倾斜的这样 所以待会还需要很多人帮忙附土 在志工努力下 损坏的薄坎复原了 路径变得清晰了 用来当作路标的石堆 也各有不同风格 过程中我们有拆掉好几次 再从气上来 因为有时候好斜 有时候这边又很陡 有时候这边太斜了 这边太陡了 好难控制 真的是 昨天整个下午 这边费了好久的时间 就把它砌完成了 这个擦下去也不对 那样擦下去也不对 然后呢 想说要把它拆掉 又不干 所以就 好啦 就是继续让它堆堆堆上去 所以叶堆原本堆的 80公分 然后变成90公分 90公分又把它缩回来 慢慢缩慢慢缩 缩成现在这个样子 那基本上它其实还蛮 算是蛮稳的啦 所做步道的整修 勾起了居民的回忆 也让志工们对这座小岛 有了更深的情感 如果主办单位 有在办这个步道的话 我每年都会参加 我每年都会参加 我真的没办法上山了 我本来就很爱朋友 我现在越来越爱 因为我的感情对它越来越深 那明年我一定会再来 看看大家做步道怎么样 你经过手作步道的时候 你会跟这块土地有一个连结 所以现在就像 虽然我不是东雨瓶的人 但是讲到东雨瓶 我就会觉得我好像跟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连结的 一次工作假期能修复的步道很短 和这座岛屿结下的缘分却很长 居民与志工对东雨瓶的记忆 将借由这条手作步道 不断延续下去 愿意外有提到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